秦穆公是怎么称霸的?秦穆公是秦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几位国君之一,他让秦国成为春秋时期的霸主之一。 秦穆公即位后,礼贤下士,四处求得人才,重用百里希、简叔、鱿鱼等人。 为了霸业,他与晋国结下殷亲,还帮助晋文公重耳登上国君之位。 晋文公死后,秦穆公为了东进中原,派兵攻打晋国,结果两次被晋军打败。 东进路线受阻,当时在秦国周围生活着众多戎敌部落和小国,他们常常突袭秦的边境,给秦人造成苦难。 为了稳定秦的后方,秦国根据谋臣、鱿鱼的计划,逐渐灭掉西方戎人建立的国家,开辟国土千余里。 秦穆公对戎敌的胜利,周王特加祝贺,并赐金骨,希望他继续向戎人进攻。 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秦穆公称霸西荣。